这个米色我衬了牛仔裙 是衬了灰黑色的 鞋子我衬了两款 我推介的这个球鞋款 和刚才示范的一个型格lady的军衣裙 两种不同风格 这个裙子也是很friendly的 轻易配搭不同的鞋型 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 我现在穿着这个是宽松的版型 它在cutting上玩多一点点的 看似是纯色款 但是你会看到是有一个布质的对比 虽然现在我穿着这个颜色是比较接近 很接近的是纯色的款式 这个它在空側的位置 就有一个空側的布料折薄 在折薄的位置就配衬了震珠 做一些收剪的一个线条 延伸下去去到手袖内側的位置 都是配搭这一款的造工去做设计 整个版型都是非常之宽松的 三脚的位置都是罗敏的质地 侧边开叉 后三脚位都是开叉的style 这个版型非常之宽松的 跌薄的设计 现在就配搭了一个灰黑色的牛仔裙 A-line裙 想lady一些的 或者型格一些的 casual一些的 再配衬不同的accessory 袋款 背囊 lady的袋 帽子 都可以做回不同的风格 如果你说再casual一些的 或者有没有其他选择 这两个鞋款都是很适合的 这个是小黑鞋 这个是復古的绅士鞋 同时可以兼顾这两种 所以这一套的鞋 对不起 这一套的衣服和裙的配搭 可以配搭四个鞋款 所以都是很稳定很稳定的一个 很容易配搭的一个style 看看你喜欢什么鞋就有什么风格 因为我选的top和裙 都是稳定度很高的一个款式 看看你喜不喜欢它的 detail 这个是双面料来的 软身不吉肉 这个米色米黄色也不透 宽松的版型布料非常之舒服 也不拍肉